就是宜樂就是要健康 各個日本晚安 歡迎收看11月28號的 就是宜樂 我是宜霈 我們今天要請到的 這兩位來賓呢 三位來賓 當然其中有一位是我們的 營養學專家 有兩位藝人呢 這兩位藝人其實講出來的話 對小朋友來說 就是聖職 因為爸爸媽媽講的話 他們不見得會聽喔 但這兩位哥哥姐姐講的話 他們小朋友一定會聽 剛剛這兩位藝人 一走進攝影棚裡面 小朋友看到他們就 想要拍照... 突然都變得超乖 叫他們幹嘛都可以 我們趕快來歡迎的就是我們 兒童界有元老級之稱 孫叔叔跟陶叔叔 接下來之後就是他啦 歡迎小嬌哥哥 嗨 各位爸爸小朋友大家好 宜霈你好 對 未來就是我 真的真的 香蕉哥哥來現場太開心 接下來這位有男神級 當然也有女神級 號稱是我們兒童界的陳妍希 歡迎草莓姐姐 哈囉 大家好 宜霈姐姐好 大家好 好可愛喔 跟哥哥姐姐相處在一起 我們都被叫姐姐哥哥對不對 對 都絕對不會有阿姨 伯伯叔叔 不會 不像人 天啊 就是永遠的哥哥姐姐多好 永遠喔 其實不好 就當太久了 人家還是要不小心會叫你叔叔 不會啦 你不是香蕉哥哥 可是真的是 但是我覺得哥哥就是一種親切感 就臨家的哥哥 就像住你隔壁的人一樣 是… 你不要講年齡永遠都不會知道 小朋友都以為你跟他年紀差不多 我們官方的資料是永遠的18歲 是… 接下來呢 我們今天就是 娛樂就是要健康 當然要邀請到的是我們的 營養學專家 歡迎吳映榮博士 哈囉 你們好 我不是什麼姐姐 沒有…今天來到現場就是吳姐姐 對 但我今天滿好奇 因為香蕉哥哥前陣子出了一本書 那草莓姐姐也都是 你們都長期在兒童界的 應該對哄小孩很有一套吧 就是有很多種方法 因為接觸太多不一樣的小孩 所以都有一些小秘訣 有小秘訣 通常小朋友不吃東西的時候 你們都會用什麼方法來哄騙他們 我比較會跟他比賽 比賽啊 對 如果跟他一起吃 就是比賽 因為小朋友就會說這個他不吃 然後就吃很慢 其實他一定會有一個目的 他一定會想說 我等一下想要做我要玩玩具 然後我就說那我們來比賽 誰把它吃光 兩個都吃光 兩個玩都看到底了 我們就可以去玩 不知道為什麼 小朋友就會有莫名一種 很想競賽的感覺 競賽感 對 就是從小就是生出來 就是會有一種使命 想要比別人快 比別人好 然後比別人做得更棒 對 這比賽這招爸媽可以學起來 那草莓姐姐妳能用什麼方式 因為我自己其實 我小時候非常挑食 真的 而且我吃飯可以一頓飯 所以妳就告訴小朋友說 這個不用吃 也可以長得像草莓姐姐一樣可愛 不是這樣的 我說我一頓飯 可能會吃個兩三個小時 然後我媽媽也會這樣對付我 所以我也會就是 後來知道 譬如說我很不喜歡吃飯 然後我就 譬如說我上次遇到的小朋友 他也不喜歡吃飯 然後我就說 那我們去把它做成可愛小飯糰 幫他取一個超可愛的名字 然後就去拿平常海苔 硬要把飯就是加工 然後再灑一點喜歡的粉 然後夾菜 就那麼很可愛 對 弄成迷你小飯糰 就一口吃 是不是很棒 而且自己動手做 他們就會更想吃 對 你知道嗎 因為通常哥哥姐姐們 在兒童台 都是帶給小朋友歡樂 什麼東西都是要齊心合作 要團隊合作 但是今天我們要打破 哥哥姐姐們的團隊合作 我們今天就要讓兩位 要撕殺來PK賽 對 P.K P.K 不要跟你做朋友了 要化清界線 雖然我都一直說 他好像會贏 沒有感覺到 但是我覺得今天蕭蕭哥哥 你真的皮要繃緊一點 畢竟你出過料理書的人 對 我就很緊張 如果你今天輸草莓姐姐 那面子還掛得住嗎 出版社很麻煩就去找他 好 待會兒兩位 要幫我們PK要加油了 好 接下來我們要先看一則新聞 我們來看看 關心健康的新聞 其實醫療機構就有統計 全台灣各地民眾的腸胃狀況 結果發現你知道哪個縣市 基隆市的民眾 其實他們的腸胃狀況是最不好 我就是基隆人耶 我怎麼不覺得我腸胃狀況不好 到底是怎麼回事 來看一下 蓋上吐司就是一份美味早餐 一大勺辣椒醬 放進來就怕不夠胃 宜蘭民眾最愛的就是他 喜歡吃啊 從小爸爸喜歡吃到 民間醫學機構公佈各縣市飲食調查 發現基隆民眾愛吃酸 喜歡吃辣的在宜蘭 中南部民眾偏愛口味重一點 油炸跟肉類 調查中也指出 基隆民眾腸胃道老化情形較嚴重 平均老化年齡15.5歲 高居全國之冠 其次是宜蘭跟花蓮 但可怕的是 另一項針對腸胃功能的調查 基隆也是榜上游民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基隆有些是比較 居住比較狹窄 生活比較擁擠 所以它的這個 幽門螺旋桿菌的感染 有些地方可以到7成以上 所以那因為幽門螺旋桿菌 是跟胃癌的這個行程是有相關的 所以我想這是最 跟我們的胃癌比例會比較高 也有關係 等等等排排排 調查也指出 通勤也會形成壓力 造成腸道負擔 提醒民眾多吃清淡 適時疏解壓力 確保腸胃健康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原來基隆宜蘭花蓮是調查出來 腸胃道狀況最不好的 原因是因為他們喜歡吃辣 又喜歡吃重口味 所以適時的 讓腸胃保養一下是不錯 所以我們今天的重點就來了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山藥 聽說山藥可以對胃保健還不錯 其實大家吃過山藥嗎 還有那種黏黏的 你看黏多糖 它其實就會在我們的胃黏膜 形成一個保護膜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山藥其實 不是蔬菜 它是全骨根莖類 它不是屬於蔬菜 它是全骨根莖類 可是它很奇怪是它可以生吃 就是因為它的消化酵素比較多 它的一個分解 那個澱粉的消化酵素多 其他的譬如說 低瓜 馬鈴薯 我們都不建議生吃 就是因為它 而且它的澱粉 低瓜 馬鈴薯你可以生吃的話 我就叫你第一名 太奇怪了吧 對 那就是因為它的 纖維比較細 而且又黏多糖 然後它有比較特殊 它分解自己 它本身的一個酵素在 所以就是說它對於一個消化系統 是好的 其實山藥對健康很好 到底如何好 我們待會下一段 還是繼續跟大家聊 山藥到底有多好 其實不管大人小孩 都要認真的吃山藥 不過我們剛剛講說要保養 保養胃 要多吃一點 吃得營養一點 有一種狀況 吃得營養會變胖 就是你老婆懷孕的時候 來看看 黃曉民因為Angela baby懷孕之後 整個人回不去了 太胖了 曾經向媒體放話說 只要天氣一變冷 就要第一個穿上 貼身保暖長褲的黃曉民 雖然不知道放這種話要幹嘛 但是他最近好像沒有辦法 兌現承諾了 對不起我最近有點胖 腿有點粗 穿了秋褲的話 西褲就穿不進去了 原來是為了要配合懷孕之後 特別愛吃的Angela baby 重老婆無極限的黃曉民 每天陪著老婆吃吃喝喝 體重全胖到了自己身上 但是這點脂肪在愛情的面前 不算什麼 因為黃曉民總是霸氣地說 我的原則就是baby想怎樣就怎樣 對 真的是最近變胖 對 特別幸福 而最近英國女演員艾瑪華森 為了鼓一鳴中約讀 發起親自在地鐵裡丟書的公益活動 書裡夾著愛瑪親手寫的紙條 讓大家親自去尋寶 大陸的一票大咖明星也都跟著響應 黃曉民14號就喬裝成路人跑去丟書 沒想到卻被謠傳因此導致地鐵停運 都沒有人認出我了 怎麼可能導致地鐵呢 都是因為我們就是戴著口罩進的嘛 然後拿書擋著嘴巴 所以我們是丟完就走 丟完就走都沒有人看得出來是我 黃曉民事後回應地鐵停運是系統問題 而且拍丟書照的日子和停運事件 也不是同一天啦 大家不要誤會了啦 就是宜樂北京採訪報導 歡迎回到就是宜樂Live直播現場 今天香蕉哥哥還有草莓姐姐要來PK 我們PK的主角就是山藥 那剛在廣告之前 其實吳博士有跟我們講到說山藥 有這個黏多糖 所以對身體很好 聽說如果是消除疲勞 要增強體力也可以多吃山藥 對 沒有錯 因為山藥它的那個特性 就是它的澱粉很容易被吸收 所以吃山藥它不會脹氣 有時候吃地瓜還會 真的 吃地瓜或者是馬鈴薯 吃太多會肚子肚肚那種感覺 對 所以你要快速得到這個澱粉 然後產生能量 其實山藥是非常好的 可是你知道市面上 有一種是日本山藥 然後有一種是台灣山藥 有什麼差別 這個就是日本山藥 現在吳博士手上是日本山藥 它有時候口感有點像水梨有沒有 就它可以 它比較適合生吃 是 日本山藥 很多人都是做涼拌那種感覺 對 涼拌 就直接 有直接配在生魚片旁邊 那種很好吃 對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本土的山藥 長得比較沒有那麼細長 它的纖維是比較粗一點的 比較建議說這種山藥拿來燉雞湯 會比較好一些 你看看這個還有紫色的 這是我們本土產的 我們就是優秀對不對 紫山藥它花青素更高 而且它的抗氧化能力更好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就是說如果是植物或是蔬菜 顏色比較深 或者是有紫色的是屬於花青素高的 所以山藥也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它這個就是花青素比較高 對 抗氧化能力比較好 不過我要呼籲大家就是說 山藥是很好的澱粉來源 可是我自己不推薦大家 每天吃當作主食 為什麼 因為其實它裡面有種叫做 植物性雌激素 雌激素很好吧 對 沒有錯 可是你本身如果說 你有那個婦科的問題 或是小朋友每天每餐都這樣吃 怕它提早發育 其實我覺得你一天 就是說你一個禮拜可以吃個 一 兩次 兩 三次 一次吃個半碗 都沒有問題 可是我就怕說 大家聽到說這個山藥是好食物 對 就忙起來拚命吃 這樣就不對了 這男生沒有婦科問題 可以一直吃嗎 男生沒婦科問題 應該不太OK吧 也不太好 如果說你每天吃 因為它就是植物性雌激素 如果說你男生就猛吃 會這樣 會變女生 對嗎 好亂講的 好亂講的 是不會 你可能會 你本來 然後就會變 低音就變高 越來越高 不會應該不是這樣吧 沒有 它是不會 不會 可是我真的是覺得 食物本來要多樣化 要均衡 你不能喜歡吃那個 就一直狂吃 對 我們現在每一集 都介紹一個好食物 就很怕說 大家都開始狂吃猛吃 對 所以就是說日本的山藥 簡單的來記 因為日本山藥吃起來 有點像水梨脆脆的 對 所以適合涼拌 我們台灣的山藥 雖然說那個裡面的 筋感覺比較多 但是燉湯其實很適合 因為燉的就不會爛掉那種感覺 對 是的 但是我們今天山藥 我是沒聽說 小朋友不愛吃山藥 小朋友不喜歡 因為他黏黏的 小朋友不喜歡黏黏的東西 像秋葵 對 他黏黏他就不喜歡 是喔 所以如果是兩位 要用山藥來做PK的話 今天有備而來嗎 當然有備而來 不能黏黏的 要把山藥黏黏的東西弄掉 對 而且它會有一個味道 其實如果你認真吃你煮熟了以後 它吃到最後會有一個 特別的山藥味 對 有一種說不上來 我們人生當中 沒有遇過的這種味道 對 不是粗戀的那種味道 對 所以如果不好好處理的話 其實小朋友會害怕 會 OK 今天香蕉哥哥 要端出什麼來應戰 我要做的是驚喜飯糰 這跟山藥有什麼關係 常在裡面 驚喜就在裡面 吃完之後就有驚喜 吃完之後再跟小朋友說 裡面有山藥黏黏的那種 對 它不會知道裡面有山藥 了解 而且你弄那個造型很可愛 對 可是我剛才瞄到 旁邊的敵手 好像更可愛糟了 就假的 草莓姐姐要做什麼 我要做的是 閃耀霜色冰淇淋 小朋友聽到冰淇淋就瘋掉了 真的 你名字這樣子就贏了 冰淇淋怎麼辦 閃耀聽起來是比較可愛 閃耀什麼 閃耀 我們要多吃閃耀 所以山藥就是閃耀的意思 取諧音就對了 我覺得 香蕉哥哥你要不要換一道 沒有 真的嗎 我跟你說 我上次有去小燕姐節目做 小燕姐跟我說 小朋友怎麼會喜歡吃紫色呢 妳怎麼會做紫色的 真的嗎 所以我覺得紫色小朋友可能不喜歡 真的喔 所以吃到你那個飯糰 你覺得才會有驚喜 因為小朋友會喜歡他習慣的 那飯糰就是他們習慣吃的東西 所以一定會有驚喜 小朋友習不習慣吃飯糰我是不知道 但我有印象當中 前上禮拜 有一個人做飯糰 然後就PK失敗了耶 他那不是贏嗎 不是一個圓圓的飯糰 我好看 我跟妳看完小燕 我嚇一跳 我兒做功課 好… 不過香蕉哥哥剛剛是在說 他的飯糰 小朋友吃完之後會很驚喜 但接下來要看看這個人 我覺得他的婚禮本來也是要給大家驚喜 本來是打算在聖誕節要結婚 我講的就是謝欣穎 結果沒想到太過驚喜之後 現在要聊情商了 因為就分手了嘛 那他在出席活動的時候 也談到了情商 我們來看看謝欣穎怎麼說喔 藝人謝欣穎 郭水服 24號出席服裝品牌活動 謝欣穎身穿一席高雅學房禮服 現場大秀白皙美背 讓人大飽眼服務 談到分手後的心情 他也單單的表示現在很平靜 我剛剛其實在樓上 已經偷偷喝了一杯香檳 因為我覺得 要來面對大家有一點恐懼 今天很好啊 對很平靜 非常好 就是明年看到的我會 比現在會更好 你是傳言因為大家都滿替你保不平靜 沒有… 最主要的事件是在我們個人身上 而不是在報章雜誌 或者是大家聽到了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我會非常棒 然後就是 就像你們大家看到的 我會一直展現上我給大家看 而女神郭水服 有別以往性感造型頂著一顆時尚丸子頭 以休閒吊帶褲穿搭出個性女孩風格 咱們女神說自己私底下喜歡走寬鬆路線 比較舒服啦 就是今天想要走一個休閒個性的感覺 其實我自己私底下還滿喜歡 就是走比較寬鬆的路線 然後覺得比較舒服 你知道還會考慮見一下滑具 或是一些偶像實驗的玩意嗎 後來後來就是 都看公司的安排跟計畫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好的 今天香蕉哥哥跟草莓姐姐 要用山藥來PK料理 首先登場的是我們的草莓姐姐 對 草莓姐姐今天要做的是一個 閃耀雙色冰淇淋 對 可是我們現場沒有冰箱 這個冰淇淋是馬上可以吃的嗎 因為我知道做冰淇淋其實滿複雜的 對 可是我們今天就是因為 我們要運用那個剛剛博士有跟我們 介紹山藥的特性 因為它其實它有它的那個延展性 你看這樣 延展性 對 所以一開始我們就可以這個 拿紫 我們今天要紫色跟白色 對 你就是兩種顏色 混在一起 對 就會變成雙色 冰淇淋 所以跟冰淇淋有什麼關係 等一下打成冰淇淋 打成冰淇淋 對 所以我們現場會吃到 像冰淇淋口感的東西就對了 會喔 了解 我問一下姐姐講話 一定都要這樣子嗎 差不多就這樣了 這樣破壞小朋友 這種在姐姐在他們心目中的形象 有 然後妳就會說 不然要這樣講話也是可以 不行 姐姐一定要很可愛 好 我們來介紹今天有什麼食材 今天要紫山藥一顆 白山藥一顆 然後我們比較健康的 就要用鮮奶的部分 然後因為這個煉乳 妳覺得這個過得了博士這一關嗎 我覺得應該是不行 可是如果就媽媽而言 煉乳比較方便 如果我們想要健康的話 我們就用鮮奶加糖煮一煮 其實就是調味的部分 可是我建議媽媽 如果要做這一道的話 妳那個可以弄成蜂蜜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水果我們可以放進來 它的甜味可以進來 而且還濃濃的 香蕉 香蕉 香蕉加山藥的味道搭嗎 因為山藥好像沒什麼味道 因為它還有牛奶 香蕉牛奶 香蕉就變香蕉哥哥 對 它那個甜味的進來 就完全沒有任何的就是甜味料 就是說沒有酸 對 但今天妳就是硬是要用煉乳就對了 對 想要方便 看圖個方便 看圖個方便 對 然後最後就是一個裝飾的 裝飾餅乾 餅乾 好的 今天這道料理 其實爸爸媽媽在家都可以學起來 原因是因為 草莓姐姐會做 表示大家都會做 一定很簡單 沒有錯 而且短短的時間 10分鐘就可以完成 10分鐘可以 好 我們剛剛那個材料 在菜市場都很容易取得 而且剛剛吳博士也有講 現在紫色的山藥 是台灣特有品種 而且很多地方都在賣 花青素又很高 把白色跟紫色混合在一起 絕配 好 怎麼做 好 一開始我們要先用這個料理機 或者是博士機什麼的 姐姐會用料理機 我們會做很多事 真的喔 妳會上菜市場 我會 姐姐不是都做在城堡裡嗎 對 剛剛說到這個的確是個重點 因為小朋友 妳都做在城堡裡了 小朋友一天到晚都問我們說 妳住哪裡 那妳好像哥哥人呢 對 我說他就在YouTube裡面 對 那他為什麼沒來 因為他就是今天有事 對 那妳為什麼可以來 他為什麼不可以來 他們就會斟酌於這個問題 妳都要真的很有耐性 我們就好好的回答 因為我曾經真的很想跟小朋友講說 吵死了 這樣 應該不至於吧 妳騙人 妳剛剛眼睛有炸了兩下 她有猶豫了一下 她有猶豫了一下 我真的想說如果他們真的很 好 很吵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辦 會怎麼辦 對 應該碰到很多時候 可以教教我嗎 可是一配姐姐 妳應該之前也都遇到小孩 那妳會怎麼辦 沒有 我都會笑笑的跟他們講說 好 你們再這樣子吵的話 就交給你們爸爸媽媽 因為他們聽到爸爸媽媽 就會比較安靜 真的喔 就交給爸爸媽媽 對 或是交給你們 可是我覺得爸爸媽媽 都很喜歡讓他跟我們玩 真的 因為就貪圖個方便 不然 因為我們就找她 對 должна我管 對啊 到底是交給你們 那爸爸媽媽就可以去清賢 對不對 真的喔 好 只剩膳要丟進去之後呢 對 然後我們要放 就是鮮奶 OK 對 鮮奶 然後其實我們可以分次放 為什麼要分次 原因是因為 我們打的時候 如果每個人 喜歡的那個黏稠度不一樣 因為像我有一次 就是做得太乾了 打不起來 會有點打劫 如果太濕 就會變這樣子 你打完就硬 所以你可以先打打看 看是不是你要的那種溝度 沒錯 我們就這樣 姐姐真的會用調理機 好棒喔 好棒喔 姐姐這一根凸出來是對的嗎 姐姐 等一下要抽... 這個怎麼弄 結果是妳不會 不要告訴大家 好 然後呢 會很大聲 好 來喔 沒關係 我幫妳抽 好 好 姐姐我覺得牛奶好像太少了 妳再弄一下 妳再弄一下我把 不是 妳再打一下我來幫妳弄 好 妳要小心喔 我再弄 我再弄 好 姐姐我覺得要再點牛奶喔 有了... 有感覺了 妳看 有感覺了嗎 有了... 這個是你要的黏度嗎 我們可以再一下 好 好... 妳再加點牛奶 請問一下 沒有 打笑 這個聲音是對的嗎 請... 姐姐我們加一點牛奶好不好 好 妳跟剛剛那個 那個芝芯 芝芯的哥哥問的一樣的問題 對 這個聲音是對的嗎 是對的嗎 我說對... 妳們不要擔心 姐姐做什麼都是對的 小朋友不要擔心 好 要打囉 那妳先嚼一嚼 好 我先嚼一嚼 好 好 妳看姐姐妳平常喜歡吃甜點嗎 我不愛吃甜食 我是閒食人 真的假的 等一下 好了 好 好 來打喔 對吧 我覺得我們兩個 好像會把這裡炸掉 我覺得很像在那裡工地的感覺 應該差不多了吧 可以... 請教育長上去幫忙一下 好 天啊 絕不絕好 要把這裡炸掉 對 他們其他人 妳看不下去了 事實正音草莓姐姐 可能不是很會使用調理機喔 放心 可以... 我們把那個有打散的部分 把它拿出來 是不是 對 妳看喔 就這樣 而且其實我覺得紫身藥很酷喔 它是一種夢幻的顏色 對啊 很漂亮耶 對啊 小朋友不就是喜歡粉紅色 姐姐最難以外很大塊的 沒有打 妳是要把那個拿到旁邊去 小朋友會嫁到嗎 爸爸在家裡要打戲一點 爸爸... 妳們自己在家也要打戲嘛 對不對 那是我們現在節目要快點 好不好 好 我們要快點 好的 好 就要先這樣子 好 好不好 好 然後呢 其實還不錯啦 我們想貪圖個方便 就要加這個 練乳就對了 對 那平常呢 我們就可以照那個博士說的 我們可以加蜂蜜 加一點香蕉或是蜂蜜對不對 對啊 好... 好的 真的喔 你不喜歡吃甜的 我不愛吃甜食 好 那這個地方就是大家自己控制 然後如果你就可以拿個小湯匙試一下 你覺得甜度差不多了就可以助手了 那妳覺得現在要助手了嗎 還沒 還沒 然後再一點 太多了 怎麼覺得這段訪問很幼稚 你們不要緊張 不好意思 草莓姐姐 這個是妳要做的料理 為什麼都是我在做 為什麼都是我在做 妳冷靜... 我來... 去以後他會幫我那邊擠東西 都是我在做 好... 我們兩個智商有沒有50 加起來 好好笑 好 你看是不是很浪漫 超浪漫的 可以 然後我們如果再打一個白色的 就可以成為雙色的 好不好 好 那現在妳是 我現在因為我剛剛就在外面 已經打了一個白色了 OK 好 所以就這樣 好 而且我覺得妳今天表現非常好 因為妳煉乳越加越多 烏波是會催妳 我剛剛 他剛剛已經有驚訝 所以我擠出來就 對 而且怎麼那麼多 對 我們要助手了 所以小朋友在家裡 可以用別的方式 蜂蜜來替代 好 然後好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看這樣子 這邊 有雙色的 對 這邊是有一袋是紫色的 對 然後這邊是白山藥 對 因為白山藥它就是會有點 米色的感覺 所以媽媽平常在家裡的時候 妳就可以把它弄到這個 蜜蜂袋裡面 沒錯 而且這個是一個 我發現的一個好方法 因為平常如果要買那種 就是雙色的擠花袋 對 很貴 就是那很難找 我們要 我們現在景氣不好 我們要便宜為上色 對 我們就把兩個袋子 黏在一起 我跟你講中間就連那種大力膠 有沒有 而且是水餃的袋子 水餃 是水餃的袋子 管它是什麼袋 能裝的都是好袋 然後中間黏上雙面膠之後 後面把它剪掉 對 拜託 這個外面的擠花袋 還要不要過活 好賢慧 好賢慧喔 對不對 我是不是很省吃鹹用 真的 好了 然後我們這擠花袋 接下來就是功夫了 來…我看妳的功夫 我就是因為功夫很差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然後我們要準備一個擠花嘴 擠花嘴還是要是不是 要… 同時經過這擠花嘴 它就會產生兩種顏色的冰淇淋了 來 我看妳擠花嘴怎麼弄 好 我跟妳講 這一關是我覺得最難的 要擠出來了 好 妳們不要緊張 是妳緊張嗎 好… 需要我幫妳控制嗎 不用嗎 可以 我覺得妳配在旁邊好緊張 超緊張 很怕它整個擠到那個盤子上去 擠出來了 真的擠出來了 滿漂亮的 然後這樣 啾一個 不錯喔 有練喔 真的耶 為什麼擠出來只有一個顏色 對啦 因為我們白色的太不用力了 妳在搞什麼東西啦 為什麼擠出來只有一個顏色啦 我剛剛就想也是這個問題耶 不會 我跟你講 這件事情就是多做幾個就會了 好 來 妳再幫我們再做一個 好不好 再做一個 不行 我就要看前品了 可以 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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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一點 平均喔 白色要多一點 白色要多一點 白色弄出去 好恐怖喔 來囉 來 用力 有嗎 OK 又是紫色的 恭喜 謝謝 謝謝再聯絡 沒關係 因為其實 草莓姐姐剛剛在外面 已經有做了 是的 那個紫白相間的 兩個顏色都有 我們來看一下前品 然後最後呢其實 前品救了妳 真的嗎 真的 妳剛剛先做 有沒有看到 對啊 應該會有兩個顏色 其實它原本應該是會有兩個顏色 這樣子 有沒有 紫色 然後白色 很漂亮 對 然後最好的是 妳如果可以冰一下下 其實3 5分鐘 它就有涼涼的感覺 然後上面就撒上一些 彩色的巧克力豆 對 就看起來可愛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閃藥冰淇淋 好的 閃藥冰淇淋完成囉 接下來我覺得這一道 營面滿大的香蕉哥哥 現在心裡有在躺血的感覺 不過 因為他是男神香蕉哥哥 說什麼都對 廣告之後來看看 香蕉哥哥做什麼料理 小朋友最愛的香蕉哥哥來了 今天香蕉哥哥要幫大家做的是 驚喜飯糰 但你沒有加山藥喔 閃藥 閃藥驚喜飯糰 誰要吃人家 誰要吃人家 對啊 很簡單 其實做飯糰是媽媽 妳平常可以讓小朋友帶便當 或是去郊遊 野餐都很方便 是 尤其是郊遊野餐 你拿出自製的飯糰 感覺好有虛榮感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 就知道這樣 而且這種事有驚喜 還有加閃藥喔 在閃藥 妳吃不出來閃藥在裡面 是 我們今天有用什麼食材呢 今天有用閃藥 就是150克 這白色的這種 然後雞蛋三顆 然後飯三碗 然後海苔片 蘑菇 明太子香鬆 還有葡萄魚 還有柴魚粉一小匙 OK 都是大家都可以 平常買得到的一個食材 家裡都用到 山藥首先就是削皮 然後我們要把它磨成泥 了解 如果家裡有這種 不是金屬的會比較好 因為金屬容易讓它氧化 就會像它剛才那個白山藥變黑 真的啊 所以金屬會容易氧化就對了 對 金屬的東西會讓它氧化 就像蘋果一樣有沒有 它就會變黃黃 這就變比較黑 但是沒關係 因為我們現做 就一下它就不見了 就是這樣把它磨成泥 而且重點是你哪有差 你那都包在裡面 根本看我 我只是跟大家講一下 我說這個突破盲腸 突破盲腸了 這是把它磨成泥 磨一磨 對 很簡單 山藥磨成泥就真的很咯咯 就是咯咯 那要用哪一種山藥才可以嗎 你用的是日本山藥對不對 對 日本的 因為就像梨子一樣的比較好 是 了解 剛剛因為我們就是要 兩種都用 因為剛剛草莓姐姐用的是台灣的山藥 然後香蕉哥哥示範一下 用日本山藥怎麼做 大家就可以學一下有什麼不一樣 對 有什麼不一樣 這一塊就像它一樣有一塊把它拿起來 對 好的 好 磨成泥了 這個呢 我就一直覺得這個你怎麼 到底要怎麼把這個藏起來 這個超哥的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打蛋 打蛋是不是 把蛋放進去 OK 三顆 直接打 直接打蛋 對 好的 1 2 好 山藥然後加蛋 包上早餐店老闆 有啊 你手是很專業 真的嗎 對啊 好 然後這時候我們要加一點蘑菇 對 蘑菇 因為要讓它有一點營養 好 來 這個放這裡 這兩個都已經很營養了 就有炭水花霧蛋白質 對 然後現在切蘑菇又是蔬菜類 雖然是菇類 可是我們把它歸在蔬菜 就有增加了那一道的纖維 我覺得香蕉哥哥這一道還 均衡度 我覺得這個是大人 小孩都喜歡吃的食物 但是如果說香蕉哥哥今天 只有端出這個料理 再加 搭配上它是香蕉哥哥的臉 一定是大勝 但今天有一點點變數是因為 草莓姐姐弄出冰淇淋 真的 哪一個小朋友可以抗拒冰淇淋的誘惑 我有點緊張 所以等一下小朋友進來 我一定要跟他們說 難怪我覺得你今天刀有點出錯 你就看到說你的飯糰是冰淇淋好了 不是 我要跟他們說 那不是真的冰淇淋 為什麼要這樣 你看 我說了哥哥姐姐的內鬥 從此開始 對不對 我說的是實話 放進去 也是 好 把蘑菇丟進去 很簡單 我做法都很簡單 我會做媽媽一定都會做 了解 然後加進去之後 就可以加一點這個柴魚粉 媽媽煮湯都會用 是 這種就是味道 會不會太多 不會 我試過都是大概這樣 好 然後就可以攪拌 是 把它打成蛋液 其實是只要用一根湯匙 就可以完成了對不對 對 非常簡單 是 如果像有些家裡 媽媽不喜歡用那個烘的 因為我這要把它做成烘蛋的樣子 烘蛋 對 你用瓦斯爐 你就是加一點點油 橄欖油 然後進去 倒進去 用小火慢慢烘 然後等到邊邊好的時候 你再把它翻過來 那如果你不喜歡在那邊烘 你就可以用烤箱 烤箱它不會散掉嗎 不會 所以你要裝一個烤盆 真的是想要做我的眼了 要烤盆 怎麼這整集製造那麼低 為了不散掉要加烤盆 不是 我剛剛是代替小朋友發問 哥哥 那那個不會散掉嗎 不會 因為你準備了烤盆 它就不會閃掉 應該是有烤盆 小朋友要記得要放在烤盆裡 對 大概200度20分鐘 OK 然後就是這樣 然後就把它倒到你的烤盆裡面 了解 進去烤 剛才我在外面有先把它烤 因為要烤20分鐘 我不可能現在 好 來 這個給我 大概這樣 然後烤好之後就會像這樣 我把它切塊了 像這個 烤完之後就會變這樣子 對 你可以把它切小塊小塊的 其實因為它有點冷掉了 而且重點是 這看起來就營養成分很高 很不錯 對不對 裡面還有魚類 對 是 等一下還有無拉魚 對 無拉魚就很健康 是 是個小朋友很適合小朋友吃的 我想要偷吃一個看看 我也想偷吃 看冷掉好不好吃 我看一下 你們要吃嗎 好啊 它不行 它不行 敵手不能 我們沒有要給你們吃 很好吃耶 可以嗎 冷掉也很好吃 冷掉也好吃 其實冷掉代變那很OK 而且重點是 它山藥感覺不見 對 山藥不見了 就是這樣 好 哥哥說Magic就是Magic 然後把飯 然後倒到一個大碗裡面 或者大碗子裡 好吃 然後我個人喜歡這個 我不知道這個明太子相鬆 營養師這個可以嗎 或是 要是我的話我可能會 真的明太子 不是 因為 好適合 明太子 感不成太高又辣 而且是福剛運過來的明太子 沒有啦 這也OK 可是我覺得 因為我在評估它這一道的話 如果說它這個飯裡面 拌一些譬如說蔬菜類 譬如說花椰菜 菜飯的概念 菜飯的概念 會更均衡 而且也會很漂亮 它或是把那個紅蘿蔔 把它切得很細 了解 它顏色也會出來 有一點蔬菜的東西 放在裡面 所以它這個料理 是缺乏了一點點蔬菜 對 沒有錯 因為就是 纖維就是來自於蘑菇 可是它蛋白質夠 對 然後碳水化物也夠 所以蔬菜少了些 所以其實媽媽在家裡 你也可以把那個 類似像花椰菜 把它蒸得軟軟的 然後把它剁得細細碎碎的 或是小朋友不喜歡的 紅蘿蔔也偷偷給它 加進去沒關係 因為它 吃不出來 對 因為它拌了剛剛的這個 香鬆之後 看起來就粉粉的 都看不到 都一樣 粉紅色 對啊 都一樣 但是要加一點有營養的東西 就是這個 蘑菇 因為蘑菇有鈣質 然後我覺得這個 不要煎太硬 就是如果你去買回來 你就那個鍋子乾煎一下 然後有一點點變色就可以拿起來 就灑上去 如果說有人對那個 現在很多人都在說 你不要再吃蘑菇的話 是不是有 鮭魚是不是也滿不錯 也可以 鮭魚煎完之後 然後再把它這樣倒成這樣碎碎的 也OK 就鮭魚的肉 然後顏色也很美 顏色很漂亮 要不要再試試看 OK 一直撕 一直捏給我吃 一直捏給你吃 好好吃喔 吃鹹的你就會喜歡 而且你剛剛在外面 已經跟小朋友在那邊拉票了 你也不知道 被你發現了 我到底在外面送貼紙給小朋友 對 太激情了 最後有說 我跟草莓姐姐一起送的 哥哥心結好長 心結很瘦 沒有 我有說一起送的 我覺得它這個飯糰做起來 再配上一杯牛奶加水果 就超均衡的了 了解 就因為大量食物都進去了 是 所有的營養成分都有在裡面 對 接下來很簡單 我們就是要來做飯糰 用一個保鮮膜 然後大概抓一個小拳頭的量 而且我覺得香蕉哥哥 真的是知道小朋友適合什麼 而且重點是 他剛剛做這個飯糰 我剛剛試吃 竟然不鹹 不會鹹 就是完全吃得到食物的原味 我覺得爸爸媽媽在家裡 給小朋友吃東西 也不要下手太重 對 如果他從小就養成 他口味很重 長大就可能會吃一大堆 有的沒的講 而且太鹹 就是會像基隆人一樣 胃比較不好 他們吃太辣 沒有 基隆人可以學說那個 你們海民也有 飯糰不錯 對... 好 OK 然後就是把它捏三角形 很簡單 這個可以 有一個步驟就是可以讓小朋友做 就是這個 因為他自己做他就會特別喜歡 是 了解 然後我們就是把蛋包進去 我剛才把蛋放進去了 有嗎 有啊 有... 你挖出來給我看 你再包另外一個就好啦 好 這包 智商都沒有好聽 要給我打開給你看 然後就是這樣捏成那個 外面賣的三角形的飯糰形狀 三角飯糰 然後呢 就是要給小朋友裝飾 你家裡可以準備剪刀啊 把這個海苔片啊 我剛剛有剪幾個圓圓的 了解 我剪得不是那麼漂亮 沒關係啊 就有裝飾就OK 大小也沒關係吧 大小也沒關係 然後再貼個嘴巴 因為我遇過小朋友 我給他試吃喔 他說一定要笑笑嘴巴 不然不可愛 對啊 小朋友真的要保持笑容好不好 對 笑笑嘴巴 你要換一隻眼睛是不是 因為太大小了 包含一些水晶體 就是這樣 你看 好可愛 真的很可愛 好 再做一個給你們看 好 再做一個 注意囉 電視機前的爸爸媽媽 要看一下香蕉哥哥怎麼包的 對 如果小朋友 你覺得他吃得比較小顆 你可以把它放少一點 對 你就放一點點就好 一開始是先壓平是不是 先壓平 就像我們外面去買人家飯糰一樣 他就壓平 然後就選一個 如果小顆就不要放太大 然後把那個蛋 烘蛋包在裡面 包在裡面 就用飯包住 你看這個就很小 其實你就算是圓形也OK 圓形 我們做個圓形好不好 對 因為圓形最簡單了 圓形最簡單 你就是這樣轉 有些小朋友 手的能力沒有那麼好 你就可以讓他做圓形 你看 你如果 對啊 你如果小朋友在家 還會用像壽司師傅這樣 你不是覺得太早說嗎 不好意思 會不會覺得太早說 你就可以捏丸子型 對 小朋友捏丸子型很可愛 對 丸子好了 好 好可愛喔 我這裡有兩個大眼睛 你也可以不要嘴巴就好了 就兩個眼睛 真的 做外星人好了 外星人好 可以 黏到閃耀上 沒關係 閃耀可以當黏著記 好可愛 這很可愛嗎 你們不要騙我 我們是在騙你 沒有 因為 香蕉哥哥做什麼都很可愛 但是其實我們都不是 我們其實我今天沒投票權 吳博士也沒有 你也沒有 草莓姐姐也沒有 所以接下來 我們待會兒要上場 其實就是你知道 小朋友 雖然說他們會認 我每次都講說 小朋友是認菜不認人 但我覺得這集不太準 超不準 你知道我以前在比賽菜的時候 小朋友都會選女生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你是香蕉哥哥 對 可是旁邊有姐姐 真的嗎 沒辦法 那你今天玩了 我曾經一天連輸七場 真的假的 所以 一天連輸七場的香蕉 這樣我為什麼來了 先送貼紙吧 到底有沒有辦法 在我們就是娛樂的節目當中 搬回一程 廣告之後馬上就要揭曉 四位小小美食家 馬上就要登場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到了我們美食評分的時間 當然我們要介紹 今天四位美食評審員 首先介紹的是評審長Jasmine Yeah 介紹美食評審員 Ryan Yeah Roy Rachel 好 今天我們的陣仗一樣是很大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 香蕉哥哥還有草莓姐姐 他們兩個現在突然變好謙卑 對啊 就是他們都是大哥大姐 大哥大姐 我想問他們 光看這樣你們會想要吃哪一個 吃哪一個 你們可以指給我看嗎 真的 全部都吃冰淇淋 我跟你說 它不是真的冰淇淋 這樣 它是三咬一種黏黏的三咬 沒關係 心情好生喔 對... 這又是個很健康的食物喔 我們把它變得好可愛 就會很好吃啦 我問一下我們的評審長好了 Jasmine 妳知不知道什麼叫山藥 我知道 是山上長的藥嗎 山上出產的藥 不是喔 山藥妳有吃過嗎 有喔 妳覺得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喔 已經過了我們評審長這一關了 但是感覺稍微比較挑食一點點的 Ryan Ryan妳有吃過山藥嗎 有嗎 沒有 不知道 因為他幾乎你問他什麼 他都沒吃過 真的喔 真的嗎 所以他就是扮演很關鍵的一票 如果他沒吃過 他又能接受就OK 很厲害 因為Jasmine是好脆道 他什麼都可以吃對不對 Roy Roy有吃過山藥嗎 有 你好成熟喔 你山藥都直接拿來啃是不是 沒有 山藥都覺得好吃嗎 實在是山藥好吃嗎 好吃 好吃喔 好 那妳問一下旁邊的那個 Rachel Rachel妳有吃過山藥嗎 沒有 沒有 那妳知道山藥長什麼樣子嗎 不知道 不知道 這裡有耶 長山藥... 來... 我們來介紹一下 對 這就是山藥 是 有點像蘿蔔 對... 長長的 那既然大家呢 一開始都說 如果只看的話 就很想要吃草莓姐姐的 那個冰淇淋 但是我們通常要把甜食 留在後面 對 對不對 沒錯 對 妳說好了 妳再說一次 什麼 剛剛是誰說的 Roy 妳有講說什麼 那個不是真的冰淇淋 沒錯 Roy Give me backRoy Yeah Roy 完了... 妳間諜成功 對 受影響 那我們就先吃那個香蕉哥哥的飯糰好不好 好不好 先吃飯糰再吃甜點 好不好 開動 開動了 Yeah 試吃現在是香蕉哥哥的飯糰 裡面有蛋蛋了 裡面蛋蛋可以挖出來吃 我覺得小朋友看起來都吃得津津有味 真的耶 有沒有 真的耶 尤其是我們評審長好專業 他一邊吃還一邊還會看一下鏡頭 真的耶 然後給一個表情再繼續吃 太厲害 評審長妳覺得如何 Jasmine 大姐 大姐妳覺得如何 好吃 好吃 感覺有得票喔 Ryan妳覺得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喔 妳有吃到什麼東西 紅蘿蔔 紅蘿蔔 好神奇喔 她很神奇 沒關係... 她以為山藥可能吃起來像紅蘿蔔 也不一定 小朋友味覺很特別 她吃得津津有味 對啊 你看起來好像每人 若宜...妳有吃到什麼 有吃到什麼 妳覺得好吃嗎 好吃 妳可以講話 感覺怎麼樣 妳有吃到蛋蛋嗎 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 感覺心機滿深喔 是有藏私對不對 妳等一下 那妳有覺得裡面 有什麼特別的口味嗎 有嗎 有蛋蛋嗎 有 有蛋蛋 Rachel咧 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喔 這一關好像四位小朋友 都滿買單的對不對 對 評審長快吃完了 評審長很厲害 來... 快... 太厲害了 評審長要吃完了 好 評審長給我們一個 吃完之後的表情 覺得如何 看一下 看起來不錯喔 超滿意 有補... 好 接下來我們吃完之後 我們就要來享受 草莓姐姐做的 甜點 山藥冰淇淋 好的 看一下冰淇淋感覺如何 好 好 好 吃吃看冰淇淋 大家要先玩一下 對 大家要先玩一下 真的耶 我覺得它上面那個菜色 要不要直接拿起來吃 這樣子直接拿起來吃 可以這樣 要不要 直接拿起來吃 像餅乾一樣 要不要 上面冰淇淋咬一口 評審長咬下去咔嚓的一聲 如何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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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他每次都是這樣 都是好吃 不管什麼料理 他都好吃 然後最後就投了一個 關鍵性的一票 就壓倒性 因為他通常都是最後一個投票 他評審長 評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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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從他的表情 你根本判別不出來 他會投給什麼 所以他真的 接受度很高的小朋友 接受度非常高 好 但是我發現若宇沒什麼吃 若宇 而且他現在眉頭伸鎖 來...若宇 你怎麼了 怎麼了 你剛剛有吃那個嗎 他不講花話 怎麼了 要逼他... 不要逼他 是不是想要吃 熱飲是不是在品味 感覺一下裡面的口味呢 是不是甜甜的 好 甜甜的 你要不要吃一口呢 你要不要吃一口呢 你看草莓姐姐的臉 你覺得還可以嗎 我覺得滿厲害的 他們都吃光耶 真的耶 但是唯獨若宇他沒有吃耶 他就吃一口了 若宇你幫儀佩姐吃一口好不好 吃吃看要不要 不想再吃一口 我知道 你要這個冰淇淋加餅乾吃一下 好不好 我們就Give me five一下 好 他不想了 遇到這種小朋友怎麼辦 快點... 好傷心喔 可以一小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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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你要餵我吃也可以嗎 可以嗎 他在口裡要餵你吃耶 我還是我餵你吃可以嗎 好... 可以嗎 好 沒關係... 好...他如果真的不要吃OK 沒關係 好 吳博士剛有吃嗎 有... 你覺得如何 其實我覺得兩個都很好吃 對 可是有營養學博士 但要選營養健康的 我會選擇這個 這樣子完蛋會影響他們的跳 但不會他們都會在聽 他們都會在聽 他們都會在聽啊 都會在聽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 也是非常好的甜點 說真的 他比一般的甜點還要健康 當然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你要不要吃 宜佩琪姐姐讓給你吃 結果Roy沒吃 反而Ryan吃了兩個 因為Ryan通常 他東西都吃不完的 真的 所以其實他有可能扮演 關鍵性的朋友 你要再吃一個 好 來吃... 這麼好吃 有兩個小朋友拿了兩個 香蕉哥哥 你要不要再拉票一下 快點 他在吃了 你要不要拉票一下 我拉票 我可以說他真的不是真的冰淇淋 他一直強調 好 接下來 雖然小朋友都吃得很開心 但是殘酷的還是要來 香蕉哥哥跟草莓姐姐 今天兩個PK到底誰會贏呢 最後我們要做出評斷了 好 小朋友一個人手上 先把餅乾幫我放下來 我們待會兒可以繼續吃好不好 待會兒可以繼續吃 幫你先留著 等一下再給你吃 好 每個人都拿一個寶寶 接下來 如果你喜歡香蕉哥哥的飯糰 就投給他 如果喜歡草莓姐姐的這個 就投給他 你不要看我 因為你看我我很擔心 來囉... 天啊 先讓我們其他三個小朋友 先投票 還是一起投好了 一起投好了 一起投不要刺激 好不好 好 1 2 3 香蕉哥哥也是第一棒吃牌的耶 我就知道真的會投給女生 不是 我覺得不是女生男生的問題 是好吃 不知道 我們問一下評審長 Jesse你為什麼 好吃 那你覺得這個比這個好吃喔 對 真的 那你覺得這個 它缺點在哪裡 缺點 有覺得它要改進的地方嗎 沒有 沒有 這缺它比較好吃 但是你吃完了 好棒喔 你幫自己拍拍手好不好 好厲害喔 耶 厲害 其實今天香蕉哥哥跟草莓姐姐 做的都非常好吃 而且重點是呢 均衡的健康很重要 所以小朋友 如果我們爸爸媽媽在家裡 其實就可以做醬料理 10分鐘就可以完成囉 成功 耶